我最喜欢上中国的红包鸡丁 我叫鲁河曼 我是来自图库曼斯坦德克律学生 我是2010年就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一直在北京 这段时间我本课、硕士和博士都学过 今年就是应该能够去我们博士学位 这是碎解课 但我是哲学课 我学完这个马克思主义 越学越法型 这个我原来学过的化学呀、企业管理呀 在马克思主义那边都是包括的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了好多好多问题 在我们当代也是有效的 鲁河曼当年他是成功入选 获得中游国际鲁河曼斯坦公司资助 然后来到中国留学 所以他也是相当于是我们企业走出去的 这种造福的这么一个学生 我们跟修老师人数据数也差不多一样 对对对 看留学生工作的人也挺不多 不是工作做得很认真的 这大家都知道 谢谢 历史上学过一些工资 大家也都到长城冰马俑 但是来中国之后就发现了 这就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 全世界都能发现中国发展得很快 就是可能20年前在图克马斯坦 对中国没有任何的了解 但是现在我们小孩都知道中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话呀 就是可以学习的 你是可以了结中国怎么发展 可能不一定能全重复 但是最起码有一个案例 这是我从我们国家带过来的 中国我很少见这么大厂城 还真实牛肉的 好 大家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都是一个家乡的 一个是已经四年级学生 另一个是一年级学生 然后我已经在这已经都十年了 所以我平常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引导他们告诉他们 就是怎么适应中国生活 我刚来的时候呢 是16岁的一个小孩 作为一个对象的孩子 去适应这个陌生环境 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我的师兄也是教教我怎么做 住了上课 还要参加学生的乐物 这是运动会的开幕式要表演的 总共是两条龙 一龙是20个东西 都是我们外国的留学生 已经连了两个月了 我觉得青春这个不靠年龄 青春就是在你里边 如果你行你脑子青春的话 你永远就是青春 我已经在这个大学13年 不管是土库马斯坦的 活着哈萨克的 活着非洲的 活着哪儿的 我们都是在这个学校 都是一个假厅 我16岁的时候 离开了土库马斯坦 然后现在都29岁了 我生活的一般在中国一般在土库马斯坦 我都舍不得离开